心里的那个女孩是谁 东面万斗好奇 是吗 有好奇的吗 好奇 好 好奇 要不要给大家公布 看 看 看 人家 我问人家 想我的你们个情 是吧 要给大家公布吗 我觉得我不想留遗憾 我想请她处理一下 好 好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她上场选择的一专人是谁 一起来看 4号王宁来掌受有请 先帮我们讲讲为什么要选择4号吧 是 因为我在大传奇迪时候 我看了过王宁 王宁跟嘉宾有互动 然后他说 他说在感情这方面 是需要三方的投资 解决这个话题 如果我投资你三年 之后我们没有好的结果 那我这三年 我的试驾互零啊也好 我错过了很多 我胜利美好的东西 那你觉得 你是怎么来 看待我错过的这些东西呢 因为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所以我认为王宁是一个 对他感情非常谨慎的人 也就是说 他不会去随意地 把感情投到任何人身上 那我也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 我喜欢他 好 就是之前在节目当中 你说过的话 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揣摩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要呢 然后今天上场就选择了你 是他变成你 你对小伙子的感觉 说实话 我刚才挺不觉得 我 我就像我说的 我宁愿你别告诉我这个事 可能我对你了解之后 不过我就知道了 他俩这彼此都挺像的没法 都挺像的 没看见一个事 王宁多大了 28 对 你们这个年纪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 深入地了解彼此之后 才愿意牵手走到一起 不像是212啊 长得够帅 颜值够 挺活泼的 行 牵手走 是吧 现在不就是应该 我了解你 各个方面合不合适 然后才能慎重地 再做出选择吗 他俩都跟一起 杨姐 我为王宁准备了一份 还带礼物 还带礼物来了是吗 我想有请梁儿哥帮下忙 梁儿哥来 梁儿哥把礼物送上来 好用心呢 这是一个储钱块 然后我昨天呢 我昨天很晚的时候 我挑了 以后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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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